禅意浓浓的田园诗往往展现了自然与心灵的融合 将诗人对自然景色的感悟与内心的平静 超脱相结合 表达出一种深邃的禅意境界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 王维的诗作常被认为充满了禅意 他的田园诗刻画了自然景色 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生活 人生和内心境界的思考 例如 王维的史之赛上描绘了边境的壮阔景色 但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色的描绘 更融入了诗人对生命的深沉感悟 诗中大漠孤烟值 长河落日圆 不仅是对自然景色的描绘 更是表达了诗人对于人生的思考 孤烟值上 长河落日圆 给人以超脱 平和 开阔的感觉 呼应了禅意的追求 禅意田园诗并非只有对自然景色的描绘 更多的是通过自然景色来抒发内心的宁静 超越和通达 诗人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感悟 抒发自己对生命和存在的理解 追求心灵上的超脱和平和 这种诗歌常常利用田园景色 将自然与人文相融合 表现出深邃而超然的禅意情怀 禅意浓郁的田园诗还常常以简洁 含蓄的语言展现出诗人的内心世界 给人以回味和启迪 他们不拘泥于华丽的词早 而是通过深邃的意境和简练的文字 引导读者去感知诗人对自然 生命 人生的深邃思考 所以 禅意浓郁的田园诗以自然景色为背景 通过深刻的意境和超脱的思考 表达诗人对生命 存在和内心境界的领悟 给人以超然 宁静 清静的感受 引导人们去探寻内心深处的安宁与洞见 下面我们欣赏王维的这十首 禅意浓浓的田园诗 一驶至赛上 单车欲问边 蜀国过居延 征鹏出汉赛 归宴入虎天 大莫姑燕直 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后继 都户在燕燃 一辆孤独的车 要去问问边境情况 穿越了居延这个地方 行军的人 带着飞扬的战袍 走出了汉代的边界 回归的燕儿 飞入了蛮荒的天空 在广袤的沙漠里 孤烟纸上 长长的河流 在落日的映衬下变得圆润 在萧关 遇见了守卫的骑兵 这里的守护者正站在烟山上 完为的明天之一 通过对自然景色 和边塞风情的描绘 表达了对战乱边境的感慨 以及对归途的期盼 守居单车欲问边 蜀国过居延 直接勾勒出诗人 孤独旅行的场景 他骑着孤独的车辆 遇向边境询问消息 途径了蜀国的居延地 这种旅途的孤独 和探索的心情贯穿全师 接下来的两句 争捧出汉赛 归宴入湖天 则生动地展现了军旅征战的场景 彭浩代表着边塞的征战 出现在汉代的边界 而归宴则是在蛮荒的天空中飞翔 象征住回家的归途 这对比明显 表现出军旅征战 与平凡归家之间的反差和对归乡的向往 接着 大漠孤烟值 长河落日圆 描绘了广阔的戈壁和流淌的长河 孤独的烟云笼罩着大漠 落日的余晖在长河边形成了一个圆圈 这样的景色给人以广袤空旷的感觉 孤独而幽远 同时也呈现出自然景观的壮美 最后两句消关逢后祭 都户在燕燃将诗人所遇到的关爱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 路过了孤独的消关 遇见了守候的骑兵 燕山上的都户正在这里巡视 这些句子为诗歌画上了一个人文的景象 显示了边境守护者的责任和决心 整首诗以简洁的语言 勾勒了一幅壮阔而深邃的边塞风景 展现了诗人对于归途和边境风情的思考与感悟 通过对自然景色和人文景象的交融 表现出了对战乱边境的悲凉和对平和归途的向往 二、九月九日一山东兄弟 独在一厢为一客 每逢佳节被私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便差诸于少一人 一个人独自在一厢做客 每到传统节日被感思念亲人 遥远地知道远在山顶的兄弟们 大家都一起带诸于 唯独少了一个人 诗中流露出深沉的乡愁和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 首句独在一厢为一客 每逢佳节被私亲直接道出了诗人身在他乡的感受 他孤独地置身于陌生的一厢 每到佳节 思念故乡的亲人更加强烈 这种一厢人的孤独和对故乡亲人的眷恋 是诗中最初的情感表达 接着 遥知兄弟登高处 便差诸于少一人这两句 描绘了诗人对远方兄弟的想念 诗人在远方虽然不能与兄弟们共度佳节 但能远远地知道兄弟们登高祭祀 一同带诸于 只是这次少了一个人 诸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象征住团圆和祝福 因此少一人让诗人的思念和乡愁更加深刻 整首诗通过简洁 明快的语言 表达了诗人在一厢的孤独与乡愁 以及对远方兄弟的深切思念 诗人虽然身在他乡 但他的心却牵挂着远方的家人 对于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悦然适中 令人感受到亲情的珍贵和乡愁的深沉 三 相思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只 愿君多采鞋 此物最相思 红豆在南国生长 春天开出了几只嫩芽 希望你多采摘 这种植物最能引起相思之情 是王维的一首七言绝句 情感真挚而深沉 尽管短小精悍 但其意境却富有内涵 表达了诗人深深的相思之情 首句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只开篇及以红豆生长的景象作为影子 以春与红豆相连 表达出春天生机勃勃 万物复苏的氛围 红豆细小娇嫩 暗合了诗人内心柔软的情感 同时 南国一词也给人以抑郁风情 增添了一种神秘和遥远感 紧接住 愿君多采鞋 此物最相思 这两句是诗人深情的寄托和期盼 他以愿君开头 表达了对他人的祝愿 希望对方多去采鞋红豆 而此物最相思 则点明了红豆与相思之间的联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红豆象征着相思之情 因此诗中的红豆也被视为象征性的表达 通过这种寓意 诗人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对思念之情的深深依恋 整首诗虽然短小 但情感饱满 意境深远 通过富有隐喻意味的红豆 诗人巧妙地表达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和祝福之情 红豆的纯洁与小巧 与相思之情相得益彰 使得这首诗情感真挚 朴实而又含蓄 通过简单的描绘 诗人成功地将自己的情感融入了自然景物之中 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和对亲人的关切之情 这首诗以微妙的意象 清新的诗意 深深触动着读者的内心 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 新遗物 木墨芙蓉花 山中发红恶 见户既无人 纷纷开且落 木墨绽放芙蓉花 山间红恶土芳华 见户既静无形人 花瓣飘零开又落 王维的新遗物是一首简洁清新的五颜绝句 通过对山间新遗花的描绘 展现了自然景象中的宁静与变化 诗的开篇木墨芙蓉花 山中发红恶 以清丽的词早描述了在山林尽头 木墨间盛开的芙蓉花 芙蓉花以其洁白纯净的花瓣 和娇嫩的红色恶底为特征 与山林相应成趣 为自然增添了一份妖娆和生机 通过描述花朵绽放的场景 诗人展现了大自然中细腻的美 接着 见户既无人 纷纷开且落表现了山间幽静的情景 诗中见户既无人给人以幽静的感觉 见户似乎是指山间的小溪或见流 在安静无人的环境中 心仪花纷纷盛开 随风飘落 这种对花朵的生长 盛开与凋零过程的描述 不仅寄托了诗人对大自然景象的赞美 也让人感受到生命的轮回和变化 整首诗以简洁的语言勾勒了一幅淡雅 清新的自然景象 诗人通过对心仪花的描绘 展现了自然景色的变化和宁静 表达了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对生命变化的体悟 芙蓉花的盛开与凋零 恰似人生的起伏与变迁 唤起人们对生命的感悟和对自然的敬畏 这首诗虽然短小 却蕴含了丰富的意韵 将自然景色与人生相互交融 通过对微妙的自然景象的描写 王维巧妙地抒发了对大自然的热爱 与对生命变化的感慨 给人一种深思和静谧的美感 五 鸟鸣剑 人嫌桂花落 月静春山空 月出金山鸟 十名春剑中 人们闲暇时 桂花飘落 宁静的春夜里山间空旷无人 月亮升起时 惊动了山谷中的脑 他们在春天的间隙中时而鸣叫 王维的鸟鸣剑是一首以自然景象为背景 表达了春夜静蜜和山谷鸟鸣美妙的五言绝句 诗中首句人嫌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运用人嫌一词 描绘了人们的悠闲时光 此时桂花随风轻轻飘落 春山夜晚的宁静空旷 桂花被赋予了柔美和香气扑鼻的特质 为诗情增添了一份清幽和芬芳 春夜山谷的静蜜景象为后纹铺设了基调 接下来 月出惊山鸟 十名春剑中诗人通过月亮升起的场景 勾勒出一个宁静的春夜 月光洒向山谷 惊动了栖息的山中脑 他们在春天的间隙间时而惊扰住静蜜的夜晚 这一景象展现了自然之美和动静之间的和谐 表现了山剑间鸟鸣叫的生动画面 是读者仿佛置身于诗中所描绘的场景中 整首诗以简洁的语言勾勒出了一个春夜的宁静景象 从桂花飘落 山谷静蜜到月光惊动山鸟的连贯描绘 体现了诗人对自然景色的细致观察和感悟 通过对自然景象的描写 完为以简洁明快的笔法 创造出一个清幽而有趣味的自然画面 此外 诗中所展现的景象里象征住人生的变换和时光的流逝 是诗人对自然的赞美和对人生的感悟 《鸟鸣剑》这首诗以其简洁清新的风格 通过细腻的描写表达了诗人对自然景象的深刻感悟 这幅以静谧夜晚味背景 描绘山鸟鸣叫的美妙画面 深深触动着人们的内心 给人一种宁静 清幽 生动的意境 令人沉浸其中 感受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独特感悟 和对人生的深刻领悟 六 过湘姬寺 不知湘姬寺 树里入云风 古墓无人静 深山何处中 全生夜微时 日色冷轻松 伯木空弹曲 安禅至独龙 不知道湘姬寺在何处 树里的山路蜿蜒进入云端风巅 古老的树木间没有人形的小径 在深山之中不知何处传来终生 泉水声音在险峻的岩石间回响 阳光头下的色彩让轻松显得冷静 黄昏时分 空潭水面上蔓延着曲线 僧人在这里静心缠坐 驱散着心中的烦扰 以简洁而深沉的笔触 描绘了一个宁静幽深的寺庙景象 展现了自然山林的幽静 和禅宗寺院的宁静清幽 诗中首句布置湘姬寺 树里入云风 表达了诗人对湘姬寺的陌生和未知 他不知道这座寺庙的所在 但登高远望 树里山路蜿蜒入云风 将其描绘成了在高山之巅 隐于云雾之中的神秘所在 这种神秘感和未知 引发了人们对湘姬寺的好奇心 接下来 古墓无人静 深山何处中 诗人描述了一幅古老的树木 其中没有人走过的小径 令人感受到一种荒凉和古老的孤寂 他迷惑于这深山中何处传来的钟声 这种对钟声来源的质疑 加深了诗中的神秘感 后闻全生夜微时 日色冷轻松通过描绘泉水声 在险峻的岩石间回响 阳光映照下的轻松 展现了自然山林的景象 全生缠缠 山光与松影交错 形成了一幅幽静而清冷的画面 与诗中的神秘分为相呼应 最后两句伯木空谈曲 安禅至独龙 以夕阳西下时的景象作节 描述了空谈在还昏时候的曲线 以及僧人在此静心修缠 正抚心中的龙虎邪念 这些异象将诗人的心境 与自然山林和寺庙环境 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整首诗以深沉的笔触 勾勒出了一个寺庙深山幽静的景象 充满了神秘和宁静的意韵 王维通过对自然山林的描绘 展现了一种对神秘宁静的向往 以及对心灵清静的追求 这首诗语言简洁而富有意境 充满了对自然与心灵境界的探索 给人以深思和遐想 堪称是一首优美的山水禅意诗篇 七 中南别叶 中岁泼浩道 晚家南山垂 兴来美独网 盛世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偶然直临走 谈笑无还期 终年之际 我对道家思想颇有好感 在晚年的家宅靠近南山山路 每当心情起伏 我常独自前往南山 领悟到的美好事物都只有我自己知道 走到水流尽头 坐看云起云落的时刻 偶然遇见比特山林老者 我们闲谈笑语 却无法确定何时再相见 完为的中南别叶 以他深邃的哲思和清幽的意境闻名 表现了诗人对道家哲学的向往和追求 以及在自然山野中寻求心灵宁静的心境 首居中碎破号道 玩家南山垂 诗人在中年之际对道家思想有了浓厚的兴趣 他选择在家靠近南山山路隐居 这里的好道可能指的是对清静隐意 追求心灵平和的向往 接着 幸兰美独网 盛世空自知诗人情感激荡 时常独自前往南山 他享受着那里的美好景致和心灵的宁静 意识到这种心境和 和美好事物只有他自己能够领悟和体会 后闻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表现了诗人在寻求心灵静谧的过程中 对自然景物的体悟 他走到水流的尽头 静坐观看云卷云书 将自然景色与内心状态相连 呈现出一种超然和宁静 最后两句偶然直临手 谈笑无环期描绘了诗人在南山 邂逅了一笔特山林老者 两人相遇 进行了一段意趣盎然的对话 但未能确定何时再次相见 这种无拘无束的谈笑 闲适自然的交流 也是道家隐居者常有的生活状态 整首诗以轻心简约的语言 勾勒了诗人在自然山野中寻求心灵宁静 追求道家思想的精神追求 通过对自然景色和内心情感的交融 表达了对山野隐居生活和内心宁静的向往 展现了诗人对自然 对道家哲学的追求和敬仰 这首诗不仅仅是景物描写 更是表达了对内心境界的探寻和追寻 八路寨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反映入森林 复照青台上 空旷的山林里看不见人影 只能听见远处有人的声音回荡 反照阳光透过森林洒下 照亮了茂盛的青台 王维的陆寨 以其简约清新的笔法 描绘了一幅宁静 而充满生机的山林景象 展现了自然与人之间微妙的交融 手距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诗人描述了一片空旷的山林 茫茫山野中没有人的身影 只能听到远处传来人声的回响 这种孤独的宁静 同时又透露着人类活动在自然中的痕迹 新增了诗境的神秘与趣味 接下来 反映入森林 复照青台上描述了阳光通过山林的树木透过来 重新映照到茂密的青台上 这一景象是诗人对阳光透过山间树木的意象 清晨或傍晚 阳光照耀进来 洒落在青台上 使得本已清脆的苔显 更显生机勃勃 整首诗以简约清新的语言 勾勒出了一幅宁静而生机勃勃的山林景象 诗人巧妙地通过空山和人语响之间的对比 表现了自然与人类活动的交错 同时通过阳光透过树木的景象 展现了大自然中光影变化的美妙 这幅画面不仅展现了大自然的宁静 也在细微之处体现了自然与人的互动和交融 王维以简洁的文字勾勒了一幅深邃而具有层次感的山林景象 透过自然的景致 抒发了对自然宁静之美的追求和渴望 这首诗在简短的文字中寄托了诗人对自然景物的深情眷恋 使读者在静谧的山林中领略到诗人心中的山水意境 九 竹梨馆 独坐幽黄里 弹琴赋长笑 身临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独自坐在幽深的竹梨中 弹奏着琴 然后长声高歌 茂密的竹梨深处没有他人的痕迹 只有明月默默地来照耀着 王维的竹梨馆以简洁而深远的笔墨 描绘了一处宁静幽深的竹梨所营造的意境 表现了诗人独处自然中所得的宁静与自由 诗中独坐幽黄里 弹琴赋长笑 诗人独自坐在幽深的竹梨中 抚琴长笑 这里的幽黄指的是深色幽静的竹梨 诗人在此处独自感受着自然的清幽和宁静 弹琴高歌 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弹琴长笑之间 诗人的心灵得到了一种释放和舒展 接着 身灵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诗人所在之处人际罕至 只有明月静静地来照耀 这里的身灵人不知表达了诗人远离尘消 寻得一处隐秘之地 清静无人 只有明月作为唯一的知己 静静地相伴 整首诗以简洁 明快的语言勾勒出了一幅宁静自然的画面 通过竹梨深处的弹琴长笑和明月相照 展现了诗人在清幽自然中寻求灵感 享受自由与宁静的境界 诗人在竹梨中表达着内心的情感 借助琴声与长笑与自然相呼应 与明月相伴 构筑出一幅寂静而宁静的意境 竹梨馆通过简洁而生动的语言 展示了诗人远离尘消 独处自然之中 与大自然明月相互交融的情景 呈现了一种宁静超脱的境界 这首诗以其清新的意象和深远的意境 表达了诗人内心对自然世界的向往与亲近 让人领略到了清幽自然所带来的心灵宁静 十 愁张少府晚年为好境 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常策 空之反旧灵 松风吹解代 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 鱼歌入谱身 晚年时 我唯有喜欢安静 对万事已不再关心 只是自顾无常远的计划 只知道归于老时在旧灵中 松风吹拂住解开我的衣带 山月照耀着我弹琴的身姿 如果你询问生活得失的道理 鱼歌声会随着船进入深处的港湾 王维的愁张少府 以其清新淡雅 深远含蓄的文采 表达了诗人晚年追求宁静 超脱世俗的心境 首句晚年为好境 万事不关心 表现了诗人晚年的心境 他渴望宁静 不再关心世间的纷扰 对于琐事和世俗之事 诗人不再关注 而是追求心灵的宁静和超然 接下来自顾无常策 空之反旧灵 诗人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长远的计划 只知道回归到曾经的旧灵之中 这种对自身处境的反思 展示了诗人对于人生和事物的深思与领悟 后闻松风吹解代 山月照弹琴以自然景物为背景 表现了诗人追求宁静的心情 在松风吹拂下 诗人的衣带慢慢解开 山间月光下 他弹奏着琴 这里的松风 山月与琴声相互呼应 将自然与人的心境巧妙地融合 呈现出一种与自然相交融的境界 最后两句均问穷通理 鱼歌入谱深诗人回应张绍府的询问 但他并没有深究生活得失的道理 只是用鱼歌入深处的普安 来形容着对人生的体验 这种对诗人自己内心境界的领悟 以及对于生活本质的超然态度 展现了一种宁静淡泊的生活哲学 整首诗以简洁 清新的语言 勾勒了一幅晚年诗人心境的图景 诗人表达了对宁静的向往与追求 将自然景物与心灵境界相融合 表达了对于超然境界的向往 诗中的自然意向与诗人内心情感相呼应 展示了一种不被外界纷扰影响的淡泊心境 给人以清静与超然的美感